女人被请来给游艇打扫卫生 第一次见到游艇内部的她 急忙拿出手机向好友炫耀 可就在她将摄像头对准游艇主人的照片时 当着女人的面 她裹着浴巾去了洗手间换衣服 紧接着就陪着两个衣着暴露的女人出去了 顽固二代的形象在她身上展现了淋漓尽致 安妮暗暗发誓以后绝对不和这种人有所交集 可打脸却来得突然 因为她要找男人索要工钱 男人嚣张地站起身 本打算用自己的身份恐吓她 但却不成想女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对于这样跋扈不可理喻的老板 安妮也不想再继续待在这 准备领了工钱就赶紧走 她走上前想要讨个说法 船长在此时出现表示游艇可以出发 杰克立刻点头同意开船 全然不顾还在船上没有离开的安妮 眼看着船体距离岸边越来越远 不等安妮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她就被推进了海中 游艇渐渐走远 杰克站在甲板上 毫不避讳地发出嘲笑 而安妮此时已经没了回击她的心情 不但工钱没有拿到 价值自己薪水几倍的设备还发生了损坏 但还是那句话饿有饿饱 晚上杰克来到甲板上喝酒 船体发生颠簸 她一个没站稳掉入了海中 船长和本应该看守监控的工作人员 都没有注意到杰克的消失 再次恢复意识时 她已经在了一处沙滩 脏兮兮的衣服和凌乱的发型 让她和这座小镇上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正是因此 她被周围巡逻的警卫盯上了 杰克失去了所有记忆 警卫盘问不出什么便将她送来的医院治疗 很快 他们通过一些渠道联系到了杰克的姐姐 确定了弟弟是真的失忆后 医生叹了口气 为没有给患者找到亲属而打到失望 但她哪里会知道 女人其实就是杰克的姐姐 之所以没有承认是因为他们家族的一些事 杰克作为世界第三大富豪的独卒 而如今富豪又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财产分配自然杰克占比最大 所以姐姐没有认领她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她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杰克不会在遗嘱上签字 为了帮助她寻得亲缘 相关部门向全小镇发出了认领启示 好巧不巧 安妮就生活在这座小镇 她也通过手机看到了这则新闻 前不久因为设备发生损毁 她被迫欠下了一大笔钱 得知如今罪魁祸首就在这里 好友提议去医院认领她 等到她记忆恢复后再索要赔偿 即便是不恢复也可以放在家里让她做义工 医生带她见到了杰克 然后拿出了自己和前夫的结婚证件 因为上面没有图片 医生是相信的 杰克虽然记不起东西 但却隐约记得自己并没有结婚 眼看着杰克就要离去 安妮只能放出大招 在医生期待的目光中 她快速查看了一下 发现还真的像安妮所说 这是她在游艇上出见杰克果欲金时看到的 没想到此时却派上了大佑 有了这样的铁证 杰克也只能选择接受 望着眼前的穷颜漏无 她有些不敢相信 走进房间 安妮的两个女儿热情地抱了上去 杰克仔细端向眼前的两人 试图从脑中搜索出关于她这两个女儿的记忆 接着在安妮的持续灌输下 她被赋予了各种标签 杰克惊恐地跑来洗手间 内心的潜意识告诉自己 她原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 注意到后方的窗户 她有了出逃的想法 但还没跑出多远 杰克只好尴尬地返回 安妮之所以会同意好友的想法领养她 是因为自己要考试 而家里还有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她实在无暇顾及全部 所以杰克来到家里后 自然少不了被安排做饭做家务 不过从小生活在首富之家的她 显然还没有解锁服务人这项技能 晚上哄睡了女儿 到了她最头疼的环节 安妮从衣柜拿出被子 眼看情况不对 堆满杂物的仓库 面前就一张勉强睡下人的床 为了防止杰克晚上偷偷逃跑 她特意准备了一个大瓶子 临走时还锁住了大门 美其名曰防止有野兽闯入仓库 从第二天起 她就被安排去了工地 铲不完的泥土 推不进的石子 手无腹机之力的她被当成了 所有同事们的嘲笑对象 他们万万也不会想到 眼前这个出丑的男人 是世界第三大富豪的独子 历经数个小时的摧残 疲惫地回到家 安妮上前关心地询问 但她却在一阵嘘寒问问之后 给了杰克一个清单 之后的日子里 杰克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 逛超市采购清单物品 慢慢接触学习做饭 工作也开始变得游刃有余 和同事们的关系渐入家境 但唯独一点没有改变的是 她仍需要睡在杂物间 几天的沉淀 已经让杰克坚定地认为 这里就是她的家 她为之前想要逃跑的事 向安妮做了道歉 看到这一幕 即便是之前被她欺负过的安妮 也有些于心不忍 同情之余内心更是感动 可这些种种复杂的情绪中 却唯独没有喜欢 能使得一名单亲母亲 新生涟漪的或许大概率 就只有孩子了 因为杰克是陌生人的缘故 哪怕她已经失忆 安妮还是没敢让她 与孩子们单独相处 但学习至于出门工作 是免不了的 大女儿承担起了 照顾妹妹的工作 但这天她却在送餐的途中 看到了大女儿在泳池玩耍 安妮没有再与女儿争辩 着急地返回家中 刚来到院落 她就听到了屋内女儿的叫喊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大女儿因为母亲 带自己回来赌气地回了房间 安妮大声斥责 可却遭到了杰克的阻碍 安妮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担心事情会暴露 正想要解释 确实被她打断 杰克表示 她为这个家庭当牛做马 尽管没让大家 过上奢侈的好日子 但她仍是那个养家糊口的人 仍是孩子们的父亲 看到她夺门而去 安妮这才放下心来 好在真相没有暴露 同时她也清楚地明白了一点 杰克已经真正带入了 父亲这个身份 晚上冰箱里摆满了陈列整齐 并且被贴上标签的事物 安妮脸上不自觉地 绽放起笑容 她明白这些都是杰克的杰作 两人在客厅见面 向彼此承认了各自的错误 得知安妮考试在即 身为丈夫 她想帮忙分担些压力 于是便要来了照顾女儿们的工作 安妮也是在一番深思熟虑后 才选择答应 教小女儿学习自行车 陪同二女儿一起参加 学校的橄榄球比赛 得知大女儿有了喜欢的人 却因为对方的优秀 始终不敢表达 两周时间转瞬即逝 安妮已经考试结束 一家人出游时 她注意到小女儿自行车的辅助轮不见了 安妮内心泛起一丝甜蜜 可紧接着就是心虚 她已经度过了那段煎熬的时间 杰克的记忆迟早会恢复 万分纠结后 安妮还是决定告知她真相 可刚刚鼓起的勇气 就被女儿们脸上出现得开心去散 在三人的世界 早已经将她当作了真正的父亲 这本是一个借口 可杰克却作真了 两人一起来了酒吧 开心玩闹过后 他们来了河边 互相聊了些埋藏在彼此内心深处的事情 空无一人的河岸 只剩下微风拂过耳朵的沙沙声 暧昧的氛围骤然出现 安妮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对面这个帮她渡过难关的人 次日考试的结果出来了 安妮不复众望考取了护士的证捷 为了庆祝一家人来了海边 杰克贾借和安妮一起拍照为借口来到她的身边 然后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单膝下跪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 安妮丝毫没有准备 可留给她的选择就只有是答应 不等这段幸福刚刚开始发酵 变故发生了 一家五口下海嬉戏时 好友将这一幕拍照上传到了网上 而恰巧 照片被一直寻找杰克的父亲看到 于是在一家人第二天返回家中时 就看到一辆豪车停在门口 见到车上的人下来 这些话基本是脱口而出 等到她将野营用的东西放回家中才反应过来 气异如潮水般涌现 她开心地和安妮分享这份喜悦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事到如今没有给安妮解释的机会了 杰克走进房间内收拾东西 可却发现偌大的房间内竟无一样东西属于自己 在孩子们和安妮不舍的目光中 杰克坐上了豪车 汽车缓缓发动 三个孩子不停拍打窗户 最小的女儿更是生疏地骑着自行车追了上去 尽管她知道她永远赶不上那辆车的步伐 从这开始 两人回归了彼此的生活 一段时间的失忆让杰克明白了许多 她向父亲提议 可以将一袋水泥的重量下调20斤 因为90斤真的很重 看到大姐只是吃了两口饭菜便结束了用餐 她斥责起大姐的浪费 父亲见到这一幕 眼中满是欣慰 管家是从小陪伴杰克左右的人 他将失忆后的事情全数告知 想让管家告诉自己该如何选择 是随着父亲回去继承亿万家财 还是返回那个令他找到自我的四口小家 我们最多人只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世界 另一边 少了杰克后 整个家庭都仿佛被一层乌云笼到 三个孩子已经彻底将杰克当做了父亲 除了大女儿外 另外两个女儿甚至不知道杰克为什么要抛下他们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安妮还是很快找到同伴借来了一条船 经过管家提醒的杰克也终于醒悟 失忆后的生活真的很糟糕吗 打工做饭做家务 哪一样都令他头疼甚至厌烦 可话又说回来 真的就那么糟吗 正准备要父亲掉头返回的杰克听到外面的传笛声 来人自然是安妮一行人 他慌忙跑来甲板 游艇在这世忽然掉头 眼看着他们相聚越来越远 杰克不顾所有人的劝阻一跃跳入海中 安妮也纵身而下 他们向着彼此游去 父亲在船头拿着扩音器大声威胁 而听到这些话刚刚和安妮会合的杰克忽然停下 安妮还以为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听不懂两人之间对话的安妮殊不知 杰克只是想向父亲索要一笔钱 来保证自己和安妮的婚后生活 在被父亲拒绝这个提议后 金钱和爱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转眼一个月过去 管家忽然到访 并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父亲发现了大姐的狼子野心 已经将他逐出了管理堂 现在二姐继承了家里的大部分产业 说着管家拿出一张支票 那是二姐和父亲给他的新婚礼物 而上面的数额是这个家庭挥霍 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财 伴随着两人婚礼的举行 电影至此结束